这回闹大了 成都业主20天缴纳17000元燃气费 官方回应惹全网众怒 本以为重庆6000元燃气费就已经是天价了 没想到成都燃气费更离谱 20天居然用了17290块钱的燃气费 这敢好几年用的了 成都燃气这是要逆天啊 据百姓关注报道 4月17日 成都保利新宇小区一业主爆料称 自从换完燃气表以后 费用那是蹭蹭地往上涨 仅仅20天就产生了高达17290元的燃气费 这让他不能接受 业主表示自己明明3月20号才交完燃气费 怎么这么快就又欠费了 而且还欠了这么多 不止这一家业主发现问题 同小区其他业主也发现了不对劲 有业主称 自己3月14号刚交了1430块钱的燃气费 可到了3月23号就又欠了872块钱 3月份总共交了两次费 现在又欠了3000多 还有业主表示自家燃气5天就用了2000方 相当于5天用了4个月的燃气 这肯定不对啊 随着投诉的人越来越多 成都燃气很快冲上热搜 负责现场燃气换表的工作人员出面进行回应 他说燃气表没有任何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高额燃气费 是因为用户之前有欠费没有绞性导致的 之前的就表示先用气再交钱 现在的新表则是先充钱后用气 两者不一样 而且新表计量更灵敏更准确 这一说法彻底引发全网众 网友纷纷吐槽 燃气公司真的好大方啊 在明知用户欠费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供气 这一共就是好几年了 而且欠费金额高达上万 说出来你们信吗 还有脾气暴躁的网友直接进行录制 说燃气公司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打劫 是诈骗 居然敢对明生工程下手 必须判刑 从重庆到成都 老百姓普遍反映燃气费用暴增 这不是小事 燃气公司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表没有任何问题 用户可以随便拿去检测 但老百姓每天做几顿饭 每个月交多少燃气费 这些也都是有数的 你说你们长个十块八块的大家也说不出什么 现在直接翻倍增长 这谁能受得了 所以说燃气公司的吃相也太难看了 这可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必须给一个说法 不然全国的老百姓都不答应